当林一看资金与赵金麦的CP 是谁全程以母向五不说 了解这两人的朋友都知道 这是他们的第二次合作 虽然说林一比麦麦大三岁 但林一却总像个小学生一样都麦麦完 最后还要反过来吐槽麦是小学生 麦麦真的酸Kill 不过这也不能怪林一 谁让两人一搭合作时麦麦才十六七岁呢 而如今麦麦也是个大姑娘了 林一也许是和观众们一样 一时没有适应过来吧 慢慢长大了 对 我的感觉就是 因为第一次跟他拍 他是十七岁还是六岁的话 就是这次感觉他长大了 对对 进阁方面 然后身份上也是更成熟一些了 因为之前 第一次见他一起拍戏的时候 都是在现场写卷子 非常努力地去考试 别人都是客剧里的CP 可是我真的爱上了林一与赵金麦剧外的友情CP 没有最甜 只有更甜 虽然林一爱欺负麦麦 可是偶尔又会大哥哥上身 真的很难不爱 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 每天想我一次 如果你因为我爱诚实 如果你看我的 拜你为师 收你为徒 护孙也是两人相处模式的标配 不说欧对方一点不好 全都是彩虹屁 他真是好力量感 是不给我的前头一眼 我跟美人都会说话 他会走路 我会走路 我的帅气 让我敏感 虽然没有气色 但台队就如此的帅气 就是每天要对台队一句感动气 花是夸 不是识话吗 I say I too late 仔细盘点过花去 我发现 这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那就是真的很爱唱歌 慢慢一唱歌 做一股东北大茶子味 去搭草原 搞错了 再来 我只想见你 而林一唱歌 真的是一言难尽 他唱得可好 不过 麦麦采访中 却是这样说的 果然是好朋友 据说 林一拍摄电影 一周的朋友 还是麦麦邀请的 两人还打算去成都玩一玩 然后就顺利完成了二打 虽然我承认反诈CP和凉水CP 真的很好喝 但我现在真的要 浅刻一下林一和赵金麦了 而如果不是这部戏 我们还不能发现 林一原来是个搞笑男 季风麦麦已经成习惯了 不过这flag倒得也太快了 怪不得麦麦说 她看起来就不太聪明的样子 话说回来 麦麦最近除了这部电影上一样 综艺《花儿女少年》也播了哦 妹妹的可可恩爱连羊蜜都折服了 让原本不爱吃甜食的蜜姐 却忍不住吃了麦麦的另一半棉花糖 真的太爱看姐姐妹妹贴贴了 希望后期懂点事多简一点哦 我们永远再见 爱占放映入烟梦 往往每天全来在意爱 期待你发现我的爱 不做不在意爱 无量的短短